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 很多人在生的时候对自己的烦恼 已经觉得是死局满局 不能解救了 我们叫做过得一天就一天 都是在大烦恼当中 你还说死 他们很多人以为死就是一个解脱 谁不知原来死不是一个解脱 为什么呢? 如果你懷着一个亲恨的心 憤怒的心 不甘心的心 你死的话 只会去不好的地方 你说很老乘 是人家不适合我们自己 有这么大的亲恨的心 或者有这么大的怨气 是人家做了一些对我们不住的事 所以我还有这么大的怨气 但是因为人家不适合 导致我们有这么大的怨气 而死之后 因为这个怨气 带了我们去地狱 我鬼 畜生 你说了 化不化算呢? 不化算 本来就是人家不适合 人家不适合 我们不需要和那些人相应 不需要被他们激怨我们 我们有另一个方法可以转移 如何转移呢? 听佛法 亦都是地藏菩萨 他很了不起 他就说 教我们了 你怎样去转移呢? 你回去读这一品经 这一品经里涉及什么呢? 全部都是佛的名号 这个佛的名号 你说一个佛的名字 功德这么大吗? 很大 譬如这样说 我要说一个你们听得懂的譬如 为何说听名字都这么大功德? 假设如果刚刚不注意 在小童群一会门口扭到 不要说跌到 扭到 哎呀!咬了柴 又走不到 又站不到 在小童群一会门口 没有进入小童群一会门口 在门口 哎呀! 那如果有人走过要进来 或者有人要走出去 哎!干什么事? 你说 哎呀!没有啊! 我要上听一下 就是了一法师那班 是 了一法师 对啊! 认识他 慢慢拉你进来 或者让你坐椅子 对吧? 因为你认识了了一法师 了一法师 可以在这里 对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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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记得 你不是在进来 你是在门口 你可以是过路 知道吗? 又或者 去医院 有什么事干急症 你认识了哪个医生 可以说过医生的名字 是否有少少人情上的关照 是吗? 对啊! 现世间 说个名字 也有个好处 你当然不要说错名字 你不要说到别人讨厌那个 是吗? 在现世间 说个名字 也得到个好处 你可想而知 现在我们说 念一个佛号 那个功德有多大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他成了佛 他必然是多生多世 经过很多修行 还有 他做了很多 理辱大众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 叫做成佛 你记得佛 不是天上跌下来 被人摩拜迷信的公仔 不是啊! 佛是由凡夫 慢慢修行而成的 怎么累积而成的 在这个时候 你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必然他的功德是很大 他累积回来 那个福气 让大家听得明白 那个福气必然是很大 很简单 你如果现在去到印度 你说迷路 不知道怎么办 那里无亲无戚 你伸到 一个钱都没有了 掉了钱 或者被爬手爬了 你沿途和人们说 我去找大礼喇嘛 我去朝圣的 多多少少 一定会有人 把你送回到喇嘛的地方 懂得的名字 也有用 你要对时候 说对话 去梵蒂江说 你懂大礼喇嘛 当然没用 为什么他说六道众生 意思是横跨六道 你不会说 哎呦 我是照顿 现在说这个佛号 他听不明白 不会 个个都听得明白 也不会说有区域的限制 因为成德佛的人 他的功德很大 他的福气很厚 所以你能说他的名字 他就会被任你了 刚才我说了这个 例如大概大家明白了吧 他不会说 他说佛号 就会有这么大功德 过去有一个典故 《大通方港产会灭罪庄验成佛经》 里面有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就是说 有一个心肠很好的年轻人 他一天经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太久没有下雨了 池塘的水 河里的水都干了 但是在这个河里面 有很多条 很多条 很大的雨 雨没有水 只有死路一条 他看到就很着急 哎呀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好像什么情况 我又要说个譬语 让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 我很害怕你们 将这个佛经 不可思议殊胜的东西 你们将它变成一个迷信的角度去看 我又要拉回现代会发生的事 很多时候 纽西兰 澳洲 美国 某一些海岸 都会的 很多大的鲸鱼 割浅在岸上 不知为什么游不下去 继续也不能下去 是不是 那些人看到他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个个就搶着拿水 帮他淋湿他的心 记不记得 近几年很多这些个案 这个男子 他的名字叫流水 见到就不是一条大雨 是很多条很多条 类似的 现在新闻见到的鲸鱼 割浅 但是他不是割浅 他是那个地方 河水枯干了 他说死了死了 他们死了一条 他用他仅有的人力 就去到老远 一桶一桶水不离 就淋到河 一桶一桶水不离 淋到河 那什么时候 能淋得满 是吧 终于 那些鱼 都是要面临死亡 都是活不了 他看了之后 他很心痛 就趕快和他们念什么 当时的佛 不是释迦玛利佛 而是说很久之前 那位叫保圣佛 就对着那些鱼 三龟一 念 龟一法 龟一法 龟一争 龟一争 龟一法 永不度地 龟一法 龟一争 龟一争 龟一佛境 龟一法境 龟一争 然后就念这个 保圣佛 南河保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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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佛就叫保圣佛 这些鱼死了之后 因为这个人 最后和他们三龟一 和念了这个佛的名号 给他们听 藉着这个佛的名号 那个功德 他们生了去都尼天 这个本经的记载 就是说佛号的功德 正如我在澳洲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婆婆 她今年将近90岁了 她就跟我说 她以前在越南偷渡来香港 后来政局问题转转转 她又偷渡去其他地方 她在大陆偷渡出来香港的时候 当时是香港战乱的 大陆也是战乱的时候 她说那些日本的士兵 就周围去老挟那些娘家妇女 做一些强暴的行为 她说她每一次 一听到 又有那些日本人来了 那些士兵入村了 她唯一一样东西 大家害怕到 你都没有反抗的力量了 那些男丁都死了 只剩下一些女众 或者那些小孩子 她唯一一样东西就是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她只会念这个东西 有时害怕到自己赖尿了 那是方张 因为你无助 她说最记得一次就是 那个日本的官兵开门 她看到对方 但她已经不懂得尖叫了 她只是心不断地逼迫 逼迫逼迫逼迫 那当然事后的人就说 当然你生得丑 这些是刻薄的说话 就是这样去说 如果日本官兵 有选好丑才去性侵犯的话 她一定逃不过 因为她五官生得很好 所以她说的什么呢 她就说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这个就是说的 其实不是去到说 这个婆婆我亲自认识的 很多人在现世当中 都有这些的经历 为什么呢 无论观世音菩萨也好 佛号也好 功德很大 这个功德的意思就是 他们收回来的幅度很厚 我们靠着车边 多多一些 都可以沾着她的好处 所以要给前面一段的道理 你们明白了 再读到下面那一段 你才不会说 这是迷信的东西 好 我们讲讲 打开121页 清佛名号品第九 你们一起读给我听 慢慢读 以思地藏菩萨佛萨阿佳阿佳阿佳 世尊 未来众生演利益事 于生死中得大利益 唯然世尊听我说之 佛告地藏菩萨 如今欲轻慈悲 救拔一切罪苦六度众生 染不思意时 今正事时 为当出说 吾迹涅槃 始如早不是怨 吾亦无忧现在 未来一切众生 等等 在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 他就和佛陀说 他说世尊 我希望为未来的众生 说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情 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生死中 能够得到大利益 希望世尊给个机会 听我说之 让我去说 为什么地藏菩萨 要和佛陀说这件事呢 你说就说 为什么你要事先得到 佛陀的同意呢 你不要忘记 佛陀他本来就在都利天公 为他妈妈说法的 在这个时候 很多六度当中的人都来听 每个说话 是大众的时间 都是大众的时间 不是说你走过来 要说话就要说话 你要得到那个主人家同意 是一种尊重来的 或者应该是礼貌 所以 今天地藏菩萨 他很谦虚 他很客气 他就先要征得 佛陀的同意 可不可以说呢 佛陀就和他说 佛高地藏菩萨 与今欲兴慈悲 救拔一切 罪苦六度众生 染不思已是 金正事实 他说 这个时候 剩下一个很好的时机 快点 和他们说 因为呢 我就即将进入涅槃了 涅槃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他虽然是以人的色身 化言在这个世间 他那个死亡 在我们人来说呢 凡夫的死亡就叫死亡 但因为他已经是证悟到佛的了 佛的那个呢 缘值 我们就叫做涅槃 他意思就是说 他的受缘要尽的了 始予早不事缘 希望你能够早点 履行自己的愿力 我也不需要再为未来的众生 他担心了 因为有你照顾 所以你竟想说 什么能够利益未来的众生 听你现在说吧 地藏菩萨八佛言 世尊过去无量亚增其劫 有佛出世 毫无边身如来 123页 毫无边身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民事佛名 暂身恭敬 值得超越40劫 生死重罪 何方缩画形象 供仰赞叹 其人获福无量无边 他说 在过去无量亚增其劫 过去的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 曾经有佛 佛号叫什么呢 无边身如来 他就说 如果有男子女人 听到任何佛的名字 而他能够当下 生起恭敬的心的话 在这份恭敬心 让他能够 值得超越40劫 心死重罪 一个恭敬心 能够令人可以超越40劫 心死重罪 这么厉害 为什么你会说 我在做善中的时候 自己体会到 得到个啟发 那天是一个很臭口 因为他们的善中 那个房间 一边就是男 一边就是女 分开 基本上 你如果不是特意走过去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东西 我那天就是因为男病房 那里有一个病人需要 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又想说 离留之際 希望有人跟他扮归医 所以我就去跟他归医 完毕之后 我就走了 但是心里是 是不是应该过去女病房 那里呢 进去女病房 我就问姑娘 我问姑娘 有没有人需要 法师 跟他们归医啊 或者跟他谈谈谈谈谈 那姑娘就说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我就转头要走 就因为转头要走 看到那个距离 我就站在这张桌子的位置 对方就在我前面两行的 那张病房 有个婆婆跟我合十 因为他跟我合十 我很自然就走过去 因为香港的人 很少人见到出家人 懂得跟出家人合十 除非他是佛教徒 他不同其他台湾的地方 所以 因为他认识跟我合十 我就走过去 我走过去才了解到 原来这个婆婆的身世 很值得人同情 还有 我也听到那些姐姐提她 你下次儿子来 你好跟儿子说 记得跟你买尿片啊 那姐姐就走开了 我就开始跟这个婆婆聊天 原来她是一个华侨 不知道印尼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来了香港 她从小跟她婆婆去拜佛的 她都归医了 来了香港二十几年了 之后 她没有再去过任何道场 但因为由小到大的习惯 让她懂得对佛 或者对法 甚至对出家人对争 会有一个恭敬心 所以她老远见到一个物体 走过她都知道是一个出家人 她就合十了 是因为这个恭敬心 我走到去了 了解了之后 她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说不如我和你读佛号 和你懒悔 和你读一些短短的一段经文 我一直中她一直哭 一直中她一直哭 我说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冒犯了你 所以让你这么难过 她说不是 她说我以为观音菩萨 不记得了我 因为在这个人间里面 她觉得她被人忘记了 当然她说到口顺边 是被人遗弃 但后来她吞了下去 她没有说 她只说我以为 没有人再记得我了 她想不到观音菩萨派了你来 当然了 后来我知道 她有儿子 但她的儿子没有去探望她 后来我帮她买尿片 之类之类 次次我就经常去探望她 那次她精神很好 但是很多人围着她 医务社工 医生姑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去签纸 要她出院 但是她出院 她没有地方去 为什么 她的儿子从来未来探望她 他们怎样打呼她的儿子都好 她的儿子都不回覆机 或者听到电话 就说你妈妈精神健康很好 我们的床位不可以这样的 不如你接她回去 如果你觉得照顾她不了的话 你选任何一间的老人院 去医療院 那个费用又是由政府 她会资助的 她的儿子不出现 但是她这样都不行的 压着那个床位 因为老人家精神很好 要她签纸出 你看你选哪间 我们送你去那间老人院 她就很大声骂人家 很赶她 很骗她 她不信那里所有的医护人员 我走过去 我就跟姑娘说 我说我跟她说 你们不要那么怒气 你们先退下 我就问婆婆 后来 等婆婆情绪定了下来 我说婆婆 这间是公家医院来的 你睡在这里 是那些就死的人才睡 你现在能出院 即是你那副计划还能移动 我出去喝茶 我请你出去吃齋 搞什么 又睡什么 出去吧 我们去老人院哪间都好 你喜欢去哪间 就你 或者就你的儿子 他就说 师傅 他们骗我 我说 谁骗你 他说 我儿子已经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 妈妈 你只要不出院 他们没有你扶的 他说 因为你出院的话 去到老人院 那些钱要我给的 我儿子说 他没有钱给的 叫我千万不要去 那我说 不是 刚才医务社工 都和你担保 说政府资助的 你们不用给的 他说 当然不是 尿布 总之 即是凉凉凉 一些湿碎的洗肺 那些都要钱的 在这里就不用了 我说 这里是我买给你的 他说 不是 那时候你还没来 我都不用的 我说 你那时候那些是别人用症的 用症的意思是 那些人可能过了身 剩下一包 两包三包 别人家属不会要的 就等下给医院 我说 你是在用那些 那些都用完了 没有了 叫儿子买来 你整天的儿子又不买来 是我和你买的 即是很多湿性东西 都要自己给的 我说 如果你去到那里 湿性钱有限 我说 你去那里 他说 不是啊 我儿子叫我千万不要去 他说 他来骗我的 出了远 我以后就不能进远 当然 这些是歪理 到他死那天 他都没有出远 我记得 到最后我去探他的时候 我是无意中 发觉他是来留的 我去和他做一个懒悔 去和他做个经文的时候 他不断哭 我说 你这次又哭什么呢 上次就哭 《观音菩萨不记得你》 现在你知道《观音菩萨记得你》 才会派我来安慰你 你为什么又要这么伤心 哭得 他就说了一句 我不懂得教儿子 即是说 一直以来 他在骗自己 其实他知道 儿子在耍他 儿子根本就不要他 当他猫猫狗 当他猫猫狗 哪里有人收就算了 所以他说 他不懂得教儿子 他很没用 他一路哭一路哭 到最后 他就走了 这件事件里面 他让我深深体会得到 他后面有一段 都还好 有个出家人来不少去看看他 帮他买尿布 帮他聊聊天 帮他读读经书 提他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为什么呢 平水相逢泛泛之交 为什么会呢 因为一个合十 就是因为他的心度 自小中了 见到出家人 就要合十 一个恭敬心 就是因为这个恭敬心 让他最后的那一关 他听到佛法 总是 他心里还会怒怒 说他不懂教儿子 如果我再问下去 就只会想起他 伤心事 都不用问了 大家意会就算了 我说不要紧 不要紧 儿子的因缘很恶 人的因缘很恶 有时去到这样 就是一个句号 我记得 有一个故事 记载就是这样 有一个男子 和女友拍拖很多年了 正是想和他求婚的时候 女友突然和他说分手 为什么 女友说 刚刚他认识了一个男子 他马上决定和男子结婚 这个男子又觉得 怎么搞错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你说分手就分手 这个男子当然很伤心 要生要死 但是这个女子 去意义缺 分手 还马上闪电地结婚 这个要生要死 去到不知哪里 打算跳崖死 就是那里有一间佛寺 他走去那里 哭哭啼啼 有个出家人 看到他 你哭得这么辛苦 做什么 他说给他听 他说 我还以为你家父母 发生什么事干 白头人还在 你这个黑头人 走去说要死 那就很不孝 原来就是为女人 不是这样 他说 他的心不分气 还有为什么这个女子 无端端地去负情 原来这个出家人 有修有证 他和她有个善作 入定 然后出定 之后就说 我看到你们的恩怨 过去有一生 这个女子 在一个战乱当中 死了 那条尸 在遍野里 到处 被人链搭 被野兽担来吃 换句话 死无存尸 没有一个好地方安葬他 就这样 被太阳晒 被雨水冲 发臭 你经过看到 你就拿一张帘子 走过去 掩住了他 那这个恩怨之后 他报答你 所以医生 你们就有一对好的情愿 那这个男子说 那就是了 那应该结婚的嘛 他说 不过这样 你找一张帘子掩住他 接着你便走了 不久了 有另一个人 看到他这么可怜 挖了洞 撞了他 做了惊 做了惊 回向给他 让他得到人生 他今生见到那个 我便闪见 跟他结婚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 只不过想说给你们知道 就是说 子娜的情缘也好 朋友的情缘也好 夫妻的情缘也好 乃至现在我在这里 你们这样大家 这个缘 结回来的 过去生结回来的 那你说 不知过去生 那个是导恩 还是来拿债 没有人知道 不过 尽使对方来拿债也好 那你就看了 你今生用一个什么方法 去面对这个所谓债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便和婆婆说了 我说 婆婆 你觉得你不懂得教儿子 教到儿子自己这样 算了 这个就是你和他之间的缘分 儿子的缘分到此为止 既然到此为止 也好 为什麽 让你心无乱赞 心不要再记挂主 放得下他 那做什麽 快点安心 念佛 自己要上路 上路也要草资粮 佛法有个好处就是 充满希望 今生死了 等于一件破烂的衣服 这个身体就像破烂的衣服 破破烂烂 换个件 下生立即投胎 去回一家好人家 好像洗牌再来过 不过就等下次这样 有什麽艰难 卡洞便卡洞 被人捷伙便捷伙 没啥所谓 人生是如游戏一场 只不过那种人家吃你捷 捷了你捷 你总不能骂人 你什麽搞错 你这样捷我捷 他别都是这样说的 完的事 不能这样捉着不放 我先捷糊 这个道理在我里 哪里能这样说的 不是这样的说法 他明白了 他放得低 安心自己念着 他的老友 他的老友就是观世音菩萨 安详地走了 就是这样 这个恭敬心 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他没有想过 公家医院怎么会有个出家人 他想都没有想过 他也不懂得去要求 那为什么会碰到我呢 就是一个恭敬心 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一个恭敬心 加上他自己自幼 有这份宗教情操 有这个佛教的种子 所以提醒他之下 好了好了 万缘放下 我只是安心念着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安详地往生 如果他今生 做那个是十善的多的 很快投身回来 不过人的身 就投身一家好家门 今生那个来土债的 你不要说他来土债 你就说 大家的情愿是到此为止 画上句号就算了 就好像我刚才这样说 那个男生 女朋友跟你分手了 闪电结婚了 你就说 哎呀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土我债的 搞到我现在又失眠了 因为失眠了 上班又没有精神了 接着又被人炒友 炒友完之后 回到家 父母又不谅解 跟朋友又翻面了 总之中叛亲你了 他都要来土债了 请问 为什么会导成土债呢 是因为你那个态度上 你太负面了 那些东西 你不肯放下那样东西 你肯放得下的话 没有什么 谁来土债 也没有谁来报恩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如何放下那样东西 如果你甚至乎说 哎呀 我真的跳崖 跌了下去死了 那又还死了 说那女生累死你 那你去到炎流黄 我去到炎流黄 打一本数捕 谁累死你呢 是你自己就跌下了 他和你的恩怨 他的缘分是这样的 你和他当日 拿张脊子 蓋了那块面 是这么多的 什么缘分都是 夫妻 儿子 同事 朋友 都是 甚至乎有很多人来跟我说 你这个法师 我不好意思 我没有再来你这儿听经 我跟了哪位哪位法师 去那儿学习 修行等等 我说很好 因为人有人的缘分 我不会说 喂不行 你离开这里 你就离开这里 你不能去其他地方 因为我很明白 这个缘分的缘 当中有一个要缺的 无论你在家出家 结婚的 离婚的 什么都是 就是叫做 强求不得 没得他强求的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放不下之下 很多个态度 令到那样东西 死捉住不放 放手 放手 禅师也有一句说话 教我们 退步原来是向前 意思就是 你退后一步 看一看 原来 我放手 好像你是理规 好像你是外弱 好像你是怕了他 不是 因为只有这样 人生才更加充实 何苦 要因为一时的理规 或者一时的放不下 让自己的执着 执着的就是仇恨 执着的就是不甘心 执着的就是很多的亲恨心 不化算了 所以我们看经文了 他这里这样说 因为这个恭敬 让我们听到这个佛名 能够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 何况呢 大家还说 我会懂得画这个佛像 或者请人画个佛像 然后家里 或者你住的地方 供养这个佛像 赞叹 赞叹不是所有的像 要你赞叹 像只不过是一种精神 你不明白就是一个迷信 你明白 你就知道 那个都是心理上的 一个庇荫 一个作用而已 你懂得这么想的话 其人获福无量无边 他介绍了无边身如来之后 他就介绍保性如来 只要你发现一个信心 说要皈依他 他就会在一个无上道 无上道就是说 终于你会成佛的 不是只有一生 生生你都会不退转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一听到佛法 他立刻去信 或者他立刻 我有点点感觉 他可能以前 就是归于这个保性如来 让他 我一听到这个道理很适合我 你叫他听其他的宗教 好就好 不然就不是很适合谈 就是为什么 他可能以前归于这个保性如来 怎么知道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好什么 波头摩性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文是佛名 那怎么样 力于耳根 是人当得千返生于陆欲天中 何况自心清念 这个叫波头摩性如来 也是 力于耳根 各个已经听过了 你看你多好 这次 当得千返生于陆欲天中 在这句欲界当中 欲界当中也好 起码人界有你份 何况自心清念 或者自己常常念 这个波腾摩性如来的姓号都得 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 阿增奇劫那么久 有个佛叫什么名 师子敲如来 你们读给我听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 一念归意 是人得遇 无量诸佛 摩顶仇敬 这个也是 你生起一个归意的心 的意思就是 那个信心 恭敬心 感恩心 残悸心 再下来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好拘留孙佛 若有男子女 女人文是佛名 智心瞻礼 华服赞探 是人于燕劫千佛会中 为大凡黄 得受上忌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好拘留孙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 永不堕恶道 常生人天 受性妙乐 又冤过去无量无数行河沙劫 有佛出世 毫补性如来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 毕竟不堕恶道 常在天上 受性妙乐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毫补上如来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 生公敬心 是人不久得阿罗汗果 由于过去无量亚增其劫 有佛出世 毫衣装如来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者 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毫大通山王如来 若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者 是人得与行河沙佛 广为说法 必成菩提 由于过去有正月佛 山王佛 智圣佛 正名王佛 智圣咒佛 无上佛 苗星佛 满月佛 月面佛 有如是等不可说佛 世尊 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若天若人 若天若人 但念得一佛名号 功德无量 何况多名 是众生等 生时死时 智得大利 忠不度恶道 若有临命中人 家中眷属 乃至一人 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 是命中人 随五无间罪 如业报等 识得消灭 是五无间罪 虽至极重 动经益劫 了不得出 成师能命中时 他人为其称念佛名 于是罪中 亦占消灭 何况众生自清自念 获福无量 灭无量罪 来看看 原来念佛名号 那个的好处是这么多的 当中 你看看 《拘留宣佛》 如果你听到这个佛号 124页 最后一个行 《拘留宣佛》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智深占礼 立即会 恭敬心之下 看着这个佛像 懂得去顶礼 赞叹 简单说 这个赞叹 所有的佛菩萨是一个像 为什么我们去赞叹 是我们因为一个恭敬心 我们继续下去修行 保住同样的心 一定会有一天成佛之道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好皮婆私立 若有男子女人 听到这个佛的名号 永不堕恶道 常生人天受圣妙乐 也有 过去有无量无数行河沙劫 有佛出世 叫做保圣如来纳 若有男子女人 听到这个佛号 毕竟不堕恶道 常生天上受圣妙乐 毕竟不堕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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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记得 大前提 我们会生起一个恭敬心 是那个恭敬心 让我们不会跌到三恶道中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有佛出世后 若有男子女人 听到这个佛名 生公敬心之下 世人 没多久就能证到阿罗汉国 由于过去有无量亚增其劫 有佛出世后 加沙撞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听到这个佛名号 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后 大通山王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民事佛名者 世人得与行河沙佛 广为说法 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善知识 为我们说佛法 最后一定可以成佛 由于过去有正月佛 三王佛至圣佛 正明王佛至成就佛 无上佛 妙生佛满月佛 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 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无论你是天上或是人 无论你是男还是女 只要你懂得念佛的名号 功德无量 何况不只是佛的名号 是多位佛的名号 你们会问 为何不和佛的名号 有些会说 让我静到阿罗汉果 有些说可以得到 安劉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些说可以不退转 因为每一位佛 他的愿力都不一样 因为成他们的愿不一样 而我们懂得对他生起的恭敬心 都会得到他们的避任 是众生等生时死时 无论现在人好地地 或者将来死时 自得大利益 忠不堕恶 若有人 临命中时 家中眷属 无论是一人 或者是多少人都好 为这个病人 高声念一佛明 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 如业布等懂得消灭 是五无间罪 虽然是很重的 动精益劫 你一落到五无间的地狱里 出不来 但是成师 临命中时 他人为瓊 清念佛明 于是最终 都会得到漸漸去消灭 何况众生自清自念 获福无量灭无量罪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第九品一直跟我们说 不同的佛号 但记得 这个佛号 如果我们只是念口网 而不懂得听到 会生起一个恭敬心的话 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说 要暂生恭敬 123页 第二行 他说 无边生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文士佛明 暂生恭敬 值得超越四十劫 心死重罪 多厉害 今天坐在这里 你们都听到很多次 这个佛号 已经不止一次 你们就知道 有恩怨 听到佛法的话 他说 其实在座的你们 必然是过去生 自己是不错的 修得 所以今生才有这麽好恩怨 再遇得到 那就不要去错过过去生 继续回来今生这个恩怨 好好在佛法上 自己多念菩萨的圣号 或者佛的名号 你说我不知道念哪个佛 你就简单点 念阿弥陀佛 是吧 你说不是 我也是想中经 这个地藏经 由第一品至十三品 你就天天读一品 如果你真的不懂得 怎样去读 你就只读着第九品 刚才也说了 是吧 无论你是临终的 或者是还在生的时候 自己读 自己继续 那个资粮 资粮就好像钱 人要死 那一刻 你也要够资粮 才可以上路 才得善终 不要在那里牵 在那里牵 最好 自家修自家得 就是现在好人好者的事 那怎么做呢 除了我刚才一上读的时候 提醒大家 放下 不要太多执着 第二 懂得念佛号 自己念 不是我放不了 那我心多念佛号 念一下念一下 你佛菩萨自然 要开你智慧 让你突然一声 不和他计较了 你就放得下 头头是的 凡夫 是放不下 那就慢慢多念佛号 念阿弥陀佛 就佛号 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声号 都可以 有事无事 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念 叫佛号菩萨帮帮忙教我们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课继续吧 阿弥陀佛